早安 今天要教大家怎么用EX-EL画图 进而满足对积概分数的需求 首先将莫名其妙的程式编译过 假如这里就知知了 叫行通过后再按下执行程式 可以快一点吗 很听话的他终于跑完了 在储存的位置中找到刚出生的TXT档案 打开来看看有没有枯布 是有没有数字 好了之后按下右上方的小轰叉 打开今天的男主角EX-EL 为了节省时间以下省略部分废话 档案 开启就档 找到刚刚做出来的副产品 老兄你到底行不行啊 选择所有档案 星号 星号 开启 开启 选择 固定宽度 下一步 检查位置是否正确 不正确的话可以直接用滑鼠托椅 老兄你急什么人家还没讲完咧 下一步 完成 讲 整个字 纸反白 插入 固表折线图 随便选一个 将讲 完成了 点选线条 右键 选取资料 点左边的数列1 数列名称1序改成 PiS 数列直 就是直的范围 右边的水平左 标轴标前 是指IQS 轴的范围 有错的话可以点选编辑 白痴会努力狂到720 智障会直接改范围 你要哪一个 确定 确定 又完成了 将讲 如果太闲 还可以玩玩里面的功能 就可以变出各式各样 新奇古怪可爱有趣 天真物学很有意思的图表 哦 就讲 以下就是非法教学内容 晚安 中文字幕不能翻译 ama